台北的男人去酒店不是 是business 禮拜六禮拜天每個都回家 假裝當好男人 看數據得來的大膽推論 會不會讓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成為太太公敵 形勢更艱困 因為藍白分手後 他不但被國民黨嗆選不上 還要公然搶科粉票 再也還是 目前才是我的看好度最高 那是藍綠一起打 不過有時候皮球是這樣 你那個打得越用力反彈越強 但國民黨已經發出禁柯令 不准柯林沛輔選藍贏小雞 就是不讓柯文哲效應擴散 要打氣保戰 但是我看國民黨是 力拚第二名整併柯文哲 我覺得他的戰略目標還蠻奇怪的 我說柯柯沛不是勝率比較高嗎 那你為什麼柯柯沛去拚 因為他的想法 他不是選贏是他最高的 他就是說能不能趁機到命吧 國民黨從頭到尾 態度都不強硬 他只是一直騙我進去 那個他設的機會 彈藍白河過程 獲得台下青年共鳴 就算年輕人力挺 柯文哲還是要認錯 只是整合失敗後 總幹事黃珊珊不但被國民黨列為頭號戰犯 連民眾黨內也為不分區提名 對內開炮 讓黃珊珊一個人去承擔那什麼戰犯的這種罪名 我覺得是不必要的 他是放在一個位置 隨時叫他退他就可以馬上退下 沒有整合成功他就留在上面 柯文哲幫滅火 不甩國民黨對自己的仇恨值飆多高 繼續堆疊善意 不跟藍營 全面開戰